台南肉燥飯普通而已啦 高雄比較好吃啦 所以PK一下就知道啦 就因為高雄市長陳其邁 跟台南下站 也要PK肉燥飯 一場肉燥飯之戰因此開打 Let's go battle 帶皮的豬肉絞 滷汁滷到入味 加進白飯裡香味噴發 高雄鳳山之間人氣肉燥飯 市長陳其邁都力推 那跟台南肉燥飯來比呢 高雄的口味的話 比較溫和一點 有點中心一點 有點甜又不會太甜 高雄的說高雄的好吃 而台南人不以為然 台南的吃下去之後 吃下去跟吞下去之後 那個層次都不一樣 這乳肉燥要加糖 台南美食就是要鹹中帶甜 身為美食之都的市長黃偉哲 對古都肉燥飯信心滿滿 吃慶豹讚 就打一套給他們看 就是說我們的台南美食 是沒有在怕的 然後還有蘇朗姆蘇丁的 屏東縣長潘孟安 也跳出來 臉書PO出吃肉燥飯 吃得臉鼓鼓的照片 還說屏東肉燥飯 才真的一口就入魂 同樣也是特條滷汁熬住 屏東這碗肉燥飯 還加了肉鬆 不過肉燥的肉比較瘦 我不是那種肉燥啦 是那種 也是肉燥的是比較小的 台南高雄屏東肉燥飯之陣 有人看不下去 不管是台南的肉燥飯 跟高雄的肉燥飯 遇到嘉義的火雞肉飯 都只能蹲在旁邊當小弟而已 出身嘉義的立委蔡逸余 端出家鄉雞肉飯加入戰局 到底誰的比較好吃 屏東 台南的比較好吃 我覺得高雄比較好吃 嘉義的雞肉飯最好吃 其實口味真的各有千秋 也見仁見智